在G7峰会上,美国集盟有达成了一项 号称要帮助贫困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计划 在我看来那不过是美国的东市笑评 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美国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给贫困国家建基础设施 而是试图阻止中国在相关国家建基础设施 试图延缓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进程 从而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对于这一计划,美国的意图是 想以此为切口,切入到联合盟友遏制和打压中国 一点点让欧洲盟友接受美国的计划 对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 从而扩大自己的经济影响力 对一点欧洲盟友是不会有意见的原因很简单 如果美国能搭建一个平台 如果能带来投资机会,为什么不呢 当然,现实也很残酷 美国自己的基础设施多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 又有多少精力帮其他国家呢 拜登政府的想法是 美国先推出一个2万多亿美元的 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而后用这一计划 推动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提升 之后向相关国家输出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问题是 以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 生产成本和建设成本 美国秀一座桥的成本恐怕是中国的三倍 在这种情况下 谁又能承受如此高的建设成本呢 因为毕竟这不是白赠 未来钱还是要还的 中国的逻辑很简单 你把运营权 市场与中国分享 把国家的资源卖给中国 这些收入最终就能支撑得起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 美国及盟友的经济早 以空心化 贫穷国家的资源 他们也基本不需要 那么这些欠债怎么还呢 归根结底 无法形成经济循环 无法持续性的帮助相关国家 当然美国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项目包给中国来做 这样建设成本低 然而 问题是美国是想遏制中国 又怎么可能包给中国的 当然哪怕不包给中国 钢铁水泥不买中国的 是被不买中国的 所以对美国及盟友来说 这一计划都显得非常尴尬 其实 这就是美国的套路而已 美国的这一计划很可能是虚的 真正实的是 美国要求盟友联合对付中国 果不其然 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11日报道 下周一在与北约盟友举行会晤期间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向该联 盟施压 要求加大应对中国的力度 同时继续对来自俄罗斯的持续威胁加以威慑 很显然 拜登的目的是 把原本用于防范俄罗斯的北约功能扩大化 将北约变成美国向中国发起进攻的武器 直白说 美国是想让欧洲盟友当美国的炮灰 不但出钱 还要出人 出装备 出一切 更要欧洲盟友冲锋在前 率先和中国对抗 面对美国的大忽悠 欧盟当然是有自己的算盘 和中国对抗 风险和损失都太大了 不但要损失中国所带来的发展机遇 还要投入巨量的资源 这对于摇摇欲坠的欧盟来说 根本无法支撑 客观上 这并不符合欧盟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欧盟其实已经做了对冲准备 前些天美国新一能监听门 就是欧盟对冲美国施压的政治操作 针对美国的意图 欧盟有些国家已经提出质疑 认为中国并不会在北大西洋构成直接军事威胁 而且有欧盟国家认为 将北约的目标对准中国 可能会影响威慑俄罗斯这一主要目标 其实美欧在对华问题上有共同意图 也有更大的分歧 客观上 美欧都不希望中国实现伟大复兴 但是 相比美国想完全压制中国不同 欧盟更希望借美国的压力促成中欧的深度合作 从而给自己的经济发展带来机会 而且 欧盟并不想被拖入新冷战 也不想搞激烈对抗 他们希望解决的是经济问题 针对正在召开的G7峰会 德国上报网站6月11日发表文章 称 G7峰会发出一个不太积极的信息 峰会有些过时 为啥得没说峰会有些过时 原因很简单 美国现在引导盟友探讨的东西 全是过时的东西 当今世界大事实合作与共赢 尤其是在新冠肆虐的背景下 全球合作对人类来说意义重大 然而 美国现在不顾人类大意 抱着又臭又长的冷战思维 裹脚步不放 甚至还想用所谓的经济吸引力阻止中国 现在的问题是 美国的经济吸引力已引入中国 美国又如何在贫穷国家 与中国展开竞争呢 相比中国一言九鼎 美国已经被广泛认为是谎言与失信的代名词 这样的美国又能获得谁的信任 另外 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细节非常值得关注 据美国也 受日报12日的报道称 由于七国集团领导人与拜登 就中国问题发生争执 房间里的互联网据称被中断 之所以拔网线了 最根本的原因是会场发生了争执 为了避免这种争执影响G7的团结 所以拔网线 也受日报称英国当地时间12日 白宫似乎对拜登说服其他G7领导人 接受其所有政策立场有点过于自信 拜登试图说服G7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谴责中国在新疆地区实行所谓的强迫劳动 但并没有取得巨大成功 报道表示 在是否应明确指责中国的问题上 G7领导人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也受日报援影CNN消息称 会议期间的分歧 一度让话题变得十分敏感 以致于房间内所有互联网都被中断 一些分歧让欧洲国家与美英家对立起来 这三个国家敦促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做法 马克龙虽然表态尖锐 但最终也不得不妥协了 其实 这还真不是欧盟胆怯的问题 而是之前已经吃了亏 正是因为三月中旬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 欧盟配合美国制裁中国 结果遭到中国强硬反击 最后又在东欧国家配合美国的情况下 中欧投资协定暂时搁浅了 协定的搁浅对西欧国家来说损失巨大 现在美国又要欧盟冲在前面 欧盟当然不干 三月中旬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之时 面对中国掀了美国的桌子 白宫并未做出什么 失职性的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 把欧盟当傻子一样盘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分歧是必然存在的 然而相对分歧而言 这次峰会是美国主导英国举行 所以这次美国做足了功课 最终这一期不但通过了联合声明 还把涉疆 涉港 涉台 南海全部纳入其中 所以最终是代表欧盟国家的德法医的小胳膊 没有扭过美国的大腿 毕竟这一期欧盟国家只占了三个而已 所以最终在美国主导下 通过相应的联合声明并不意外 对于这份声明 欧盟国家是想修复美欧关系 所以虽然识破了美国的意图 但还是做了让步 对美国来说 拜登政府则是想借此契机 重返全球霸权之位 拜登在G7峰会的结束语中说 America is back at the top 在不到到两分钟的讲话中 他说了五遍美国重返谈判桌 拜登宣布 美国回到了领导世界 与那些与我们最深刻价值观的国家 一起领导世界 所谓领导世界的想法 在G7的联合声明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声明中 美国可以说 把所有的牛都吹了一遍 总之这份声明 感觉除了是吹牛还是吹牛 因为以美国为首的G7国家 在这些领域中所做的事情并不多 尤其是在很多领域G7内部的合作就不好 自己疫情控制的一塌糊涂 经济复苏又不行 无庸讳言 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话套话 美国和盟友根本无法落实 所以这个G7声明 我认为就是把它当成一张擦屁股指就可以了 里边的内容 基本都不可能落地 只是这份声明告诉我们 拜登政府想拉盟友一起对抗中国是真的 拜登不可能对华友好 中国需要做的就是如何与其斗智斗勇 让他再蹉跎四年 中国该干嘛就继续干嘛 现实会证明 G7就是废物典信 这一次应该是G7消亡的回光返照了 未来 再不会有什么国家太把G7当回事了 G7从过去的一言九鼎 发展到奥巴马时期变成了茶话会 到了特朗普时期成了吵架会 到了拜登直接变吹牛大会了 中文字幕提供 吵架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